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费柴大叔为您演播的《神医坠虚》第六十三集 若是之前赵无明这样柔情地说话 苏星柔早就感动得心都化了 但见识过赵无明的丑陋的嘴脸之后 苏星柔现在看到赵无明都反胃啊 薛如意在旁边看到赵无明对苏星柔如此的痴情 不由得一些恼火地跺了跺脚 无明哥哥 我到底哪一点不如苏星柔 比身材吗 还是比家事 苏星柔能做的 我都能够做 只要你想要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开房啊 薛如意喜欢赵无明 喜欢得非常的卑微 不管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底下 薛如意都在不惜一切地维护赵无明 但是 无奈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赵无明所在乎的 薛如意的身上根本没有 苏星柔的特殊体制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的 薛小姐 我告诉过你我对你不感兴趣 还请你不要纠缠我 赵无明伸手将薛如意伸过来的手打掉 继续朝苏星柔说 星柔 给个机会呀 赵家虽然在西川的力量不错 但若是想要继续发展 朝省城延伸扩张的话 那必须得要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刺激才行 而赵无明现在所想的就是和苏星柔的结合 利用苏星柔的体制刺激自己修炼功法 舞蹈提升实力 只有赵无明的实力提升到那个境界之后 才有足够的威慑 苏星柔的眉头紧锁 扭动着身体 准备朝侧面走去 但赵无明却伸手拦住了苏星柔 青柔 你不要这么崛起 咱们之间以前多好啊 苏星柔还没有开口 林凡突然闪身到苏星柔的身边 二话不说 一巴掌抽在赵无明的脸上 好你大爷 妈蛋的 没听见我老婆让你滚呢 啪了一下 清脆的响声在大厅里传响 周围本来还在看好戏的众人 全都惊呆了 若是论家事 赵家比苏氏集团可要强大好几倍啊 就算苏星柔拒绝赵无明 也不敢放肆 而现在苏星柔的老公居然当面这样打赵无明 这不是疯了吗 只是 他们不知道的是 赵无明被林凡这样狂揍 早就习以为常了 在苏星柔家里 在无明山庄里 在苏国华的家里 赵无明这个剑骨头 不知道都被挨揍了多少次了 林凡 你怎么又来了 赵无明也很郁闷呢 自从那次被林凡揍了一顿之后 赵无明发现 林凡就像是冤魂不散的一个家伙 不管他出现在什么地方 只要赵无明有点什么坏心思 林凡必定会出现在那儿 只见林凡一伸手 把苏星柔搂在怀里 冷哼了一声 哼 本赵在哪儿 管你鸡毛事啊 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深呢 我说过 来惦记我老婆 下次就没那么轻松了 下一刻 林凡是出手如电 伸手一把拽过赵无明的手臂 狠狠地朝后面折断而去 咔嚓 一阵骨头碎裂的声音在大厅里传响 众人都感觉到浑身不由的一阵冷颤 卧槽 太他妈狠了 苏家的这个姑爷 怕真的是疯了吧 居然敢当众将赵家的公子手臂打断 那还了得 赵无明疼得一声尖叫起来 李八 你这个天杀的 你他妈给我等着 老子今天找了个高人来的 我看你还怎么嚣张 上次赵无明离开苏家别墅之后 燕京来的龙轩轩便找到了他 打算跟他合作 只是 当时赵无明自大 以为自己一个人足够对付林凡 所以就拒绝了 但是后面 赵无明绑架苏青柔 赵家的那个绝对高手 何怀忠都投奔了林凡 赵无明无奈之下 再次联系上了龙轩轩呢 今日赵无明之所以赶在 王家的宴会上纠缠苏青柔 也正是因为他跟龙轩轩打了招呼 让龙轩轩过来帮忙撑场面 在赵无明看来 燕京来的龙轩轩地位崇高 有他在肯定可以震慑林凡 高人 哼 来呀 我倒是要看看 究竟是什么高人 林凡微微一笑 朝旁边靠近过来的方文吉 看了一眼 孟子晨吗 林凡今天之所以来参加这个宴会 最主要的原因是 方文吉说孟子晨也会前来参加 孟子晨可是一直惦记着龙轩轩呢 林凡觉得 还是要先将孟子晨打怕才行 本来对于龙轩轩这个老婆 林凡是打算拒绝的 但师傅却告诉林凡 龙轩轩的身上也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林凡必须要将龙轩轩拿下 那既然如此 林凡自然是要解除龙轩轩身边所有的苍蝇啊 赵无明痛苦地捂着自己被折断的手臂 眼神焦急地朝房门口看去 房门口 人群突然一阵骚动 一个穿着蓝色长裙的极品美女 优雅现身 还没进场 变成了全场的焦点 龙小姐 这边 我要你帮我对付的人 就是这个家伙 赵无明的眼神中闪过一抹兴奋 当时龙轩轩找到赵无明的时候可是说过 只要是对付林凡 龙轩轩愿意尽全力协助她 不过 赵无明却并不知道 后续龙轩轩去林凡家里找林凡的时候 因为林凡拿出了赛车的视频 龙轩轩被拿捏了把柄 情况早就逆转了 原来赵无明所谓的高人 不是孟子晨 而是龙轩轩 林凡笑了 而龙轩轩看到林凡和赵无明 秀眉不由地微微皱起 赵无明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要帮你对付林凡 不是龙轩轩不想对付林凡 龙轩轩对林凡也是恨得牙齿痒痒的 只是现在龙轩轩的那段视频在林凡的手里 她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赌 说输了给林凡做女朋友 她也不好违背 龙小姐 你这是 赵无明满脸疑惑 有点儿账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前段时间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变卦了 龙轩轩虽然没有刻意的化妆 但身上的那种气质 可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比拟的 周围的宾客都是西川的上流人士 从龙轩轩身上的气质 众人也察觉到了 他的身份不一般 众人都眼神灼灼地盯着现场 非常想要知道 这件事情究竟该如何解决 要知道 这个林凡今晚已经出过风头了呀 连王家大少都被林凡打脸了 这个林凡非得将天捅破了才罢休吗 林凡左手搂着苏星柔 邪魅地看着赵无名 傻了吧 告诉你 龙轩轩也是我老婆 话音顿了顿 林凡伸出手 对着龙轩轩勾了勾手指头 还在那边愣着干什么 过来我抱抱 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喜欢的话记得在专辑页面打一个五星好评哦 我需要你们这么支持我 好评越多 爆羹越多 来吧 我等着你们